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题是耶稣论祷告 本章从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开始 记载了耶稣的许多教训 以及他对不信的以色列人 和假冒为一善的法利塞人发出的警告 耶稣面对了许多人 说了许多话 目的是要人认识他 认识他的权柄 作为和审判 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耶稣的教导 学会如何祷告 并更多得认识耶稣 本章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五段 一 耶稣论祷告 一到十三节 二 赶鬼的权柄 十四到二十六节 三 有福之人与神迹 二十七到三十二节 四 心里的观 三十三到三十六节 五 法利塞人的六祸 三十七到五十四节 第一节 门徒看见耶稣祷告 于是他们也想学习如何能像他那样祷告 板样的力量是巨大的 我们虽然没有能亲耳听见主耶稣在地上时的祷告 但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 是大家十分熟悉的 并且可以效法的 短短的几句话 却充满了对神的尊崇 和人生神圣的基本需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 告诉我们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要正确认识到我们是向谁祷告 并以特权的称呼开始祷告 当我们说在天上时 会让我们记得神的神圣和荣耀 另外一个重点是我们的父 而不是我的父 这样祷告是提醒我们自己 我是父神家中的一员 而不是孤单一人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向我们展示了 对神的荣耀和旨意的尊崇 神的名 神的国 和神的旨意 拥有最高的优先权 从这三个请求中 我们也看到 三件最伟大的事情 向我们的父祈求要有信心 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 必须相信他 祈求神的国降临 这是我们的盼望 祈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需要有爱 因为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 也是顺服神一切旨意的动力 基督信仰之根本 信 万 爱 在我们最先求的三件事上 表明出来 为什么神要我们 祈求他旨意成全 好像他自己 无法成全一样呢 其实 没有我们的祷告和合作 神一样有能力 实现他的旨意 然而他愿意邀请我们 通过我们的祷告和行动来参与 见证他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 是因为天上没有悖逆 也没有违背神旨意的障碍 地上存在的悖逆 和对神旨意成就的拦阻 所以神国度的子民 需要看见神的旨意 自由地运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也赦免 凡亏欠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这两节祷告文 耶稣告诉我们 当为身体和灵魂的基本需要 向天赋祈求 日用的饮食 是身体日常的需要 赦罪和抵胆试探 是灵魂的需要 早期成就家 将日用的饮食预言化 因为他们无法想象 耶稣会在这样一个 专严的祷告中 提到日用的饮食 所以他们认为 饮食是指圣餐 有些人认为 指耶稣自己是生命的粮 还有些人认为 是指神的道 加尔文正确地指出 这些解释 没有看见神 对日常事物的兴趣 神的确关心 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日常 所需祷告 所需的和所要的 needs and wants 是不一样的 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而我们却常常不知道 自己要什么 不是不求 就是万求 都不是神所喜悦的 就像每天都需要饮食一样 我们每天都需要 赦罪的恩典 因为我们生活在 撒旦所掌管的 罪恶的世界上 亏欠神 亏欠人的事 时不时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需要 神的赦免 也需要赦免 劳恕别人 我们才会有 灵魂的自由和平安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是祈求 不要让自己暴露 在会软弱的环境中 若是不幸落露了 我们要求的是 神给我们胜过 试探和凶恶的能力 神应许我们 必不叫我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哥林多前书 十章第十三节 耶稣不仅教导我们 如何祷告 而且还用了一个比喻 来说明 祷告应有的态度 和天父的应许 朋友半夜 去向邻居求饼 说明我们 为需要祷告的态度 应当是情词迫切 应用这个历史的时候 我们必须小心 这并不是说 神因为我们持续 不断的祈求而厌烦 也不表示 唯一叫我们 祷告蒙英语的方法 是辗转的祈求 这个比喻教导我们 如果一个人 因朋友的迫切 而愿意帮助他 神更愿意 听他儿女的呼求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耶稣告诉我们 要不断的祈求 寻找和寇门 这三个动词 都是持续性的 而不是一次性的 我们所祈祷的 有的我们自己清楚 直接求就行 有时 我们连自己 也不清楚要什么 如人生的方向 信仰上的疑惑和抉择等 所以我们需要来寻找 寇门 跟前面的迫切 求饼的比喻相关联 当我们求的事 快要成就 但仍有些拦阻时 我们要不断的扣门 神必按照他的应许 来为我们开门 弟兄姊妹 我们的一生中 会经历到这三种 祈求的需要 耶稣要我们抓住 他的应许 持续不断的祷告 他一定会在他的时间 和主权里 为我们来成就 第四三节 耶稣为了加征 门徒的信心 受到地上的父亲 纵然不好 原文是指 有罪恶的本性 他也不会把坏东西 给儿女 何况我们 自尊自善的天父 岂不更愿意 把更好的圣灵 吃给求他的人 神挑选给我们的东西 是我们最需要的 也是他最想给我们的 就是圣灵 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 圣灵还未吃下 感谢主 今天我们不必 祈求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我们信主的那一刻 他已经来住在我们的里面 在论赶鬼的权柄一段中 耶稣用知识的言语 来回应那些把他的工作 归于撒旦的人 并宣告他的能力 胜过一切恶魔的力量 耶稣是那更壮的壮士 夺取先前的壮士 撒旦所依靠的盔甲兵器 耶稣不但替我们击败了撒旦 还解除了他的武壮 正如哥罗西书二章四五节所说 既将一介执政的 掌权的如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站着十字架夸胜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耶稣教导门徒 将人从被鬼附身中示范出来 却没有使他们的生命充满耶稣 是危险的 他们的结果可能比原来更糟 耶稣实习上是在告诉那些 指责他靠撒旦的能力工作的人 他来不仅仅是要与恶征战 而且是要把神的良善 带入我们的心里 他来不仅仅是要清空房子 而且要用自己充满房子 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人群中有一个女人自发心得呼喊 她要想荣耀耶稣和她的家人 意思似乎是说 耶稣你真了不起 你母亲必定是一个非常有福的女人 耶稣的回答是 是 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这里耶稣并没有看清他的母亲 但他指出 他和那些听了神的道而遵循的人 有更大更重要的关系 对耶稣来说 这只关系比他与生母之间的关系 更蒙福更重要 二十九到三十二节 耶稣回应那些追求神迹的人 耶稣已经在地上行了许多神迹 只是那些神迹不是那些人想要看的 所以耶稣说 除了约南的神迹以外 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指的是主耶稣自己要受死 三天后复活 耶稣引用南方的女王 从地籍而来 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列王纪三十章 来说明四八女王 寻求神之道的那种执着 令人羞愧 那些像耶稣求神迹的人 在身边就看见 耶稣所做的工作 却不愿意相信他 南方的女王和妮妮卫人 都是外班人 但他们比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和众人 更有福 因为他们没有看见神迹 就愿意相信 接下来 耶稣告诉众人 要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 看到他就是世上的官 人需要让官进入到生命里 成为官民之子 因为时间的关系 让我们一起很快地来总结一下 法力塞人和律法师的六货 第一货 十一奉献却不行公义 第二货 爱慕虚假的名声 第三货 掩盖自己的罪恶和污秽 第四货 推卸担尽的责任 第五货 执意却不肯悔改 第六货 垄断了知识 割阻了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 不让法力塞人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 杜绝一切的假冒为善 弟兄姐妹 当我们再次来思想主导文的时候 你愿意用耶稣所教导的祷告为样本 来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祷告吗 我们祷告时的优先次序正确吗 我们是先感谢尊崇神 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还有祂的旨意 还是总是停留在我们日用的饮食上 我们有没有证实自己 求神的恩典使我们的罪备赦免 也能去饶恕别人呢 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劝告我们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因为这个世代邪恶 所以活在这个世代的基督徒 更要为神的国度降临 神的旨意成就来祷告 为神所看重的教会来祷告 神就要使用我们与祂同工 来翻转这个世代 彰显祂的作为和荣耀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 我们遵从祢至高无上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祢的国度从根骨到永远 没有穷尽 愿祢的国早日降临 使用我们成就祢的旨意 圣灵求祢来干强我们 与主一同征战 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 使人归向祢 使祢的子民生命更新成熟 越来越像耶稣自己 主要求祢光照我们 提升我们的信心 持续不断地为神的国 神的教会和我们自己祷告 直到我们看见祢的应许实现 主要当我们即将迁入到 Cennedale新堂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继续持续不断地为教会 在City of Renton 乃至整个大西亚洲地区的扩展来祷告 我愿主的执意成就 让我们能够有心见证祢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作为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姐妹谢谢您的收听 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 不论你在哪里 神的恩惠平安 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 再见